HELLO GUYS 歡迎回到狗兵的Youtube頻道 那今天呢這個 比較像是一個新的單元 之後未來 我的原本的狗鷹開箱 我會整理分成兩個類型 會分成狗掌玩開箱跟狗掌玩玩具 因為我覺得 叫狗兵玩開箱或玩玩具 就有點太做作了 所以以後就是會有一個系列叫做 狗掌玩開箱 一個是狗掌玩玩具 那玩玩具呢顧名思義就是 都是玩具類型的 那玩開箱呢 就開箱可能就是一些比較實用的東西 比方說家電啊 3C啊等等有的沒的 OK 那這個就是先跟各位 預告一下新的系列 那今天呢 有個東西要開箱 我們今天的主題是玩玩具 有相信有在看我直播 或看我實況的人都知道 最近就是 除了Overwatch以外 我最常玩的就是 Fortnite 要塞英雄 那 如果 我現在拍攝的時間是24號 我們上一週有跟學弟 18號的時候去九份 那時候去九份的時候 我原本想說 吃個東西就好 吃吃吃吃吃喝這樣子 結果呢 我在一家那種玩具店啊 因為那玩具店很多賣的都是 大陸製的東西啊 是什麼 台灣吊牌啊 巴巴巴巴 其實那個其實沒有很有特色 結果呢 我在逛的時候 不小心 看到那家店 居然有這一個 他們居然有這個 他們居然有出這個 Fortnite 要塞英雄的 武器的 武器的調飾耶 而且正常來講 國外其實有 授權販售的 可是就是 打英文 可是這個居然是 中文耶 而且是簡體類 我後來問店家說 欸你們怎麼會批發 批這個 然後我想說 欸你們是在哪裡批的 想要詢問看看 我說不知道 就是廠商拿過來的 我覺得他們可能有 不想講啊 或是 不想 透露太多 這個 這個是Fortnite裡面的火箭筒 火箭筒 有沒有 他的箭筒 他的這個頭啊 是那個 Fortnite裡面造型的 而且 這應該是裡面 就是我 當天看那家店裡面 做的比較細緻的 欸幹這真的很屌 而且 人家問說 欸幹你這哪買的 去九份買的 傻眼 這大小 為什麼去九份買這個東西 如果 有觀眾知道說 台灣哪裡可以批到 Fortnite的武器的話 可以跟我講 我要去買 所以 這個就是一個很 簡單的玩具開箱 喔 那有興趣的話 我也不知道去哪裡可以買到 就是剛好 經過 一個玩具店 然後就賣了這個東西 那如果有觀眾的話 知道的話 可以在下面留言告訴我 然後 也可以告訴大家 如果你家有在做這個的話 OK 那就是今天的狗山玩玩具 如果你喜歡我的影片 不要忘記在下面按讚訂閱 分享 然後 希望大家可以多支持 這種新的系列 那如果想要看到我 開箱什麼 新的玩具 或是買什麼玩具的話 歡迎在下面留言告訴我 如果我有錢的話 我就會去買 那我們今天就這樣囉 感謝各位今天的收看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 我們下次見